另外在周末假日花莲南区的玉里 复礼以及卓西三乡镇年度大型活动式同步的登场 才刚办完全民运动会的县长徐真卫 从救国团68年庆到复礼的古道秋生音乐节 和卓西黑熊路跑见走 全国无人机运算思维赛 东区分赛无一不到场 同时慰问也感谢各个主办单位 倾心协力地把花莲文艺、科技、运动休闲 乃至于文化特色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 上午11点县长徐真卫以花莲救国团主委身份 和全县救国团各分团成员 一起庆祝花莲救国团的68岁生日 救国团68岁生日快乐 紧接着下午1点半来到复礼乡封南春古道秋生音乐节现场 听着音乐跟着全国游客民众一起摇摆 除了团庆听古道秋生 换上静装的县长徐真卫 为卓西湘黑熊剑走路跑比赛名枪 跟着现场所有人一起步行走到南安瀑布 接着回到玉里国中全国无人机运算思维赛 继亚洲机器人运动竞技大赛东部分区赛现场 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也肯定勉励各个主办单位的用心努力 把花莲各项特色活动办得尽善尽美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太多的人 因为有大家的参与 这个活动这个比赛才能原本成功 因为有大家的参与 花莲现场不断的努力向前 再次谢谢大家 给大家的比赛算的原本成功 让花莲的本集将能到复向前 现场不才刚办完 全民运动会嘉评如潮 县长许真卫感谢各机关单位团体的配合支持 也肯定花莲有能力承办文艺科技运动休闲 乃至于文化特色活动 吸引外县市的游客民众来参加 行销推广我们的花莲 记者石玉兰南区综合报道